像类似国际赛事的这种水准 好 我们来看一下张继科 奥恰洛夫的第一局 超宝 0比0 1比0 1比0 一上来两个球 张继科 奥恰洛夫打细活了 不和他拼硬的 不和奥恰打这种特别纯的实力的比拼 中国运动员有中国特色 全是薄的轻的 软的 比欧洲选手呢 他打借力球好 就你越凶 越狠 越重 欧洲运动员越舒服 但是他怕快 怕变 怕轻 怕变化 好的 3比1 这个男子运动员啊 在强强对话的过程当中 拼到中远台 这个身体素质很重要 就是你腿部的力量 你确实不能有伤病 一有伤病 他腿有 腿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伤病 他都是支撑不了的 3比2 3比2 张继科目前在拼超的胜率排名应该是排在第二 对 仅次于马龙 我觉得这也是世兵赛啊 输给奥恰之后啊 确实 触动他 刺激他的神经 刺激的 嗯 2比4 这板球 虽然这个奥恰洛夫在这个反手位 其实他已经很被动了 你看他最后这一板 他还有一个反攻的意识 说明他的反手的这个能力 还是很强的 对 近台 中台 远台的反抽 我觉得他的反手可以和正手相比 高质量 力量 旋转 威胁 对 在比赛当中都能够发挥 你看 今天张继科就变化了 全是薄的 轻的 不给你玩那个粗的狠的 全是加小细 薄皮 打一些节奏的变化 对 全是小薄的 轻的 所以上来奥恰很不适应 全是摸不着球 6比2 张继科今天应该肯定是在比赛之前也做了一个精心的准备 没错 下功夫了一看 对 6比3 4比6 第一局 现在到了前半局 我觉得其实双方还在试探性的 就是也并没有完全的打开 那张继科的这个出手啊 还是很有想法 很有战略性 前面他是碰了一个短子 然后这个球是捅了一个长的 双方各发球 一个失误 从这个慢镜头的回放来看 这个双色球的旋转还是看得很清楚的 特别人回放 对对观众 这个观众主来看来讲 这个旋转的这个运行啊 这个变化的轨迹啊什么 还是能看清楚的 但据了解 这个在场上的运动员打下来的反应 实际上就是 因为它主要是一个塑料球的变化 它的旋转可能会比 没有以前的这个Cellulu这个球的旋转强 但是从这个双色这个能不能看清楚来讲 实际上因为速度非常快 它没有办法就是去看清这个旋转 这个两个颜色的分辨出来 嗯 六比九 六比九 奥佳洛夫这个下蹲式的发球还是 质量还是很高的 印象里半决赛里他也发了 然后基本上也是对方第一个球 都是接的是下王 九比九 反手非常有数 反手这板抽 质量非常的高 他还有一种抽的这个动作 小比八 这一分很关键 要看张继柯能不能超越 这一局我觉得张继柯他在前三板的控制方面是非常严密的 一个发球的变化 变化 张继柯这名选手他的特点是反手的相持能力应该是很强的 正手他其实他的跑动能力也是很强的 其实运动员呢打到他的这个层次来讲呢 应该是没有明显的这个弱点的 没错 这个球 这个球 张继柯在揭发球啊 上面要有点作为 不可能说就完全是一个被动的 侥幸的一个碰或者摆 看看能不能挑起来拉起来 好 到了 谢谢 对 谢谢 谢谢 对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